我不知道他自己本人怎麼想啦 可能我跟他有Beef 我願意90度敬禮跟他鞠躬道歉 那他要拍影片湊我 那我也願意承擔 好 那就不扯小羽啦 小羽他自己本身的問題 他要湊我 然後被我在影片上說 我不喜歡他 這就無關了嘛 OK 那請問一下跟你什麼關係 你說湯保玩的時候嗎 這整件事情到底跟你什麼關係 你是成年人吧 你有沒有判斷是非的能力 還是你覺得我應該把你賣的東西 成本全部一個一個拿出來 不好看吧 兄弟 確實 這是靠著毀掉一個人得來的耶 你們都不會不好意思餒 你們就因為 這個嗎 就因為湯保保這個嗎 然後要把我弄掉 要把我 我覺得這個理由只是佔一個起因啊 但是絕對不是你們想弄我的主因啊 那個是起因 對嘛 那不是主因嘛 那請問一下主因是什麼 那我剛剛有跟評委講了 就是 我願意跟湯保保道歉 但湯保保本身的事情 是我跟他的事 跟你們大家有什麼關係 對嘛 那大家 因為那時候我們其實是 你彎在一團 然後其實我們就是 你怎麼可以這樣 我們看著說你怎麼可以這樣去學 對啊 我怎麼可以這樣 那你怎麼可以這樣 對 所以這點我先跟皇帝道歉 你要我拍什麼 道歉一遍我都沒關係 哈囉各位觀眾朋友們 大教掌對 我的影片讓你 永遠看不膩 那今天呢 這件事情啊 其實皇帝我想了很久 決定在今天來跟大家公開 那這件事情的起因是這樣的哦 大家應該都知道這個 空花者在三個多月前 有對皇帝進行大爆料 雖然說他大爆料的內容 我們都沒有拿出什麼半點證據啊 但是確確實實實 影響非常多人 對我的看法 那最後空花者也因為沒有證據 加上他覺得說 做人不可以 所以各位 今天如果你要造謠 在這個網路發達的社會時代啊 你完全不需要任何一點證據 先講先頂 那我今天要講這件事情呢 跟空花者就有非常大的關係 那我之前在打全賽的時候 我記得我有在開直播的過程中說到 有機會的話 我會跟大家公開就是 真正的幕後黑手 到底是誰去慫恿空花者 或者是誰 去 算是 給空花者勇氣 讓他來大爆料 那我先講哦 我不是要說空花者沒有錯 只是空花者在做錯的第一時間點 出來跟我道歉 並且我們好好的把這些事情給解決掉了 所以 那就這樣吧 說實在話的空花者現在 不管再怎麼對我補償啊 我覺得都 都真的 也來不及了 但 我覺得他比較有勇氣的是在 犯錯的第一時間點就道歉 很多人都說皇帝你為什麼要原諒他 我覺得他算是蠻有勇氣的啊 敢出來爆料 那敢發現自己的錯 敢過來道歉 我覺得這算是 我原諒他的理由吧 真正讓我比較生氣的 欸 不代表說我對空花者不生氣 我也超生氣的 我覺得他 我那麼挺他 他怎麼會這樣子對我 但真正讓我最生氣的是這個 算是操控空花者的幕後黑手吧 那今天就是要來解開這個幕後黑手 到底是誰 今天這支YT影片啊 就是想澄清一下 到底 這整件事情來龍去脈 因為大家都只知道空花者爆料 大家其實不知道真正在後面就是 送給空花者 讓空花者的勇氣來做這件事的人 到底是誰 唉 就 網路世界嘛 為了流量每個人不擇手段 噁心啊 就噁心 我不知道大家是有沒有在滑抖音的習慣喔 滑抖音上在空花者爆料之前啊 有一個團隊 我叫八角教科書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過 那這個八角教科書呢 基本上啊就是一群網紅 抖音的網紅 組合在一起的 那在空花者爆料的前一段時間 差不多整個暑假吧 那 他們就是對皇帝我進行模仿 還有一些 拍一些比較嘲諷我的影片 就靠著詆毀別人來獲得流量 好 詆毀我 說實在話 我對於這樣的行為 我覺得非常的不舒服 噢 非常的不舒服 但沒有辦法 人多是眾啊 那個時候我也是覺得 噢 怎麼那麼無奈 算了 給他們模仿 我也沒有再去跟他們做過多的計較 但他們就是 越來越誇張 越來越誇張 那直到我知道 他們 這個團體裡面的某一個人 噢 其實空花者爆料是他去慫恿 並且他給空花者勇氣來爆料的 噢 因為空花者本身就很想爆料我 缺乏一個勇氣 缺乏一個人家 鼓勵他的這個契機 唉 聽到這邊 就是 唉 就是怎麼會有這麼噁心的人 你知道 就是 就是 我沒有想到有一天我會被這樣子搞 那說實在話 這個就是一個網路霸凌 那 好 這整件事件經過是這樣 有一天啊 我就從 某些人的口中 因為 其實講 很多事情沒有辦法講得很明 社會就是這樣 但是我就點到為止 我從一些人的口中聽到 就是 他們這些人 噢 就是好像最近打算來跟我道歉 那我從這些人的口中得知一件事情 我最好奇的就是 他們為什麼要在抖音上先攻擊我 這是讓皇帝我最疑問的事情 因為皇帝我其實這個人不太社交的 我不太能夠理解 為什麼 我不太社交的人 然後 你們會想要來攻擊我 所以我就問了他們 為什麼 你們會想要來攻擊我 那事情是這樣的 他們這個團隊裡面呢 有一個人叫 湯寶寶 然後他在直播的時候 那因為他失戀在哭啊 就有粉絲把他這個畫面截圖下來 就是錄影 螢幕錄影 把他直播的螢幕錄影錄下來 發到他自己的抖音的個人帳號上面 然後 他裡面好像有說到一段不知道什麼話 我也不太清楚 我也忘了 那他們的團員呢 也沒有提供一個相關的證據 那皇帝我就在底下 就是我在那個粉絲截圖的底下留言 因為我不知道湯寶寶這號人物是誰 我真的不知道 抖音的小網紅這麼多 皇帝我真的沒辦法每個都知道 我只看到 我在滑抖音的時候 我就看到 欸? 奇怪這個人在哭 對 然後 他直播就一直哭 他也沒有人 就在那個畫面裡面 也沒有人說他怎麼了 說他怎麼了 我就 在底下留言 就是他在直播中 那個畫面裡面講了一句話 對 然後我就 傳上去 好 那我就 因為滑抖音就是這樣嗎 滑 然後留言 或者是按愛心嘛 然後就滑下來 我就滑掉了 沒有特別的在意 那他們跟我講說 這個就是他們攻擊我的理由 他們覺得我在嘲諷湯寶寶 湯寶寶是一個抖音的網紅的名字 他們覺得我在嘲諷他 但皇帝我的本意不是這樣 我連他是誰都不知道 我嘲諷他幹嘛 他說這個是整個 他們這個團體要攻擊我的 起因 好 我就不 我直接講人命啦 反正他們也允許我講 品威 品威這個人呢 他就說 這個是他們整個團隊攻擊我的起因 因爲他們那個時候那一掛的人已經玩在一起了 什麽 品威啊 湯寶寶啊 然後 楊家傑啊 然後還有那個什麽 小羽啊 品威我跟他吃過一次飯 然後我跟他完全沒有任何的 紛爭過 都沒有 湯寶寶 就 剛剛講的那件事情 就是在粉絲的這個留言區啊 這個人就是湯寶寶 在哭的 我留言的那部影片在哭的人就是湯寶寶啦 然後我根本就不知道他 所以我留言 好 然後再來就是楊家傑 我跟楊家傑 出去過兩三次吧 好 算點頭之交 也沒有過紛爭 沒有過吵架 對 然後 再來就是小羽 小羽這個人呢 他就是 他平常就比較喜歡拍一些 diss別人的影片 所以他也拍過 diss我 就是我戴口罩的影片 這樣子 所以我就曾經在 八九教科書的這個YT頻道上 因爲他們就 採訪我說 啊 你們覺得 你最討厭的 抖音網紅是哪一個 我就講到 小羽 那那段過程是有小英的 但是大家都聽得出來 我在說小羽 爲什麽 因爲他這個人 diss別人 真的是太過分了 小羽的事 我也就在YT上說 我不喜歡他 而且還消音 觀眾也都聽得出來 是小羽 那請問一下 到底是小羽做得太過分 被觀眾都感覺得到了 還是說是我的問題 他能湊我 我不能說我不喜歡他 好 沒有 小羽 小羽前面那一part 就完全是小羽的問題 好 他diss別人 真的是太過分 所以我就 我的想法是這樣 他能夠diss我 那我是不是可以在 頻道的影片上 表達我不喜歡他 我覺得這非常的合理 OK 那記得看整個八角教科書 就差不多是這個樣子 這四位弄我的起因 就是因為 我在這個 某一個粉絲的底下留言區 打了 那一段話 那一段話我也沒有去攻擊 唐寶寶都沒有 就是他 自己直播中講過的話 我把它一模一樣 打在留言區 我就離開了 甚至那個時候 我不知道唐寶寶是誰 好 這個是他們攻擊我的起因 他們覺得我在嘲諷唐寶寶 所以他們就覺得 哇 挺兄弟啊 對啦 挺啊 弄他弄皇帝啊 這個是起因 蠻 蠻瞎的對吧 你想要攻擊一個人 其實不太需要什麼理由 只要你單純對他不爽 或者是 給你一個勇氣 然後在八角教科書 整件事情發酵之後 在抖音上一堆人在罵皇帝 說什麼 我先去攻擊他們啊 好 那也沒有關係 皇帝我就 也沒有 過多的回應 我就承擔下來 那一陣子被網路霸凌得 非常嚴重啊 然後他們跟我講說 起因是這個 那 有辦法的話 我在我的這個影片中 過程中 都會播放錄音檔 他們的錄音檔 他們全部都同意我使用 那每個人都跟我道過歉了 但其實對我造成的影響 並不是道歉就能夠了事 好 那在八角教科書整件事情 在抖音上 整個大發酵之後 整個抖音啊 都是在 謾罵皇帝 謾罵誰誰誰 反正就是 被他們攻擊的對象都被罵了 空花者在抖音上啊 他算是小有名氣 他看到整個八角教科書事件之後 再加上他本來自己本身就很想爆料 所以打電話去給品威 然後跟他聊了一些 為什麼弄我啊 還是怎麼樣的情況 然後空花者就表達了 他其實很想爆料我 然後可能品威就 類似跟他講說 你先弄他 我們隨後就在一起弄他 你先去砍他啦 我們隨後補刀的概念啦 然後並且品威這邊呢 也提供了一些 料讓空花者來報 你 啊你上面說什麼 墨鏡成本多少 我墨鏡是跟天兵的朋友進的 你貼一個蝦皮 你貼一個淘寶的連結 是干我什麼事 啊難道你XX的成本 我會不知道嗎 我就不講成本啦 XX 我講是我先舉例XXX 你有沒有賣超貴XXXX 那你憑什麼說這些 我就問 我應該是 呃 對 還是你覺得我應該把你賣的東西 成本全部一個一個拿出來 不好看吧 兄弟 確實 啊你賣XX賣得那麼好 讓他們知道會怎麼樣 好看嗎 不好看喔 所以在空花者的大爆料中啊 他爆了意義 爆了成天兵喇吉 爆了我怎樣 但我覺得 蠻瞎的啦 就是你去鼓勵空花者做這種事 講難聽一點 也許他耳根的親啊 本來沒想爆料 只是想想 被你就是一個鬆勇推進去嘛 空花者自己本人也表示了 本來很猶豫 不知道要不要 品薇剛才講說 你先上 我們再來補刀 啊 我只需要 你告訴我 你知道老實告訴我喔 到底有沒有這件事 你不要跟我講忘記 拜託 你如果說忘記 你都試試看 我就只是想知道說 到底有沒有 有跟沒有 你有就有 你印象有就有 啊沒有就沒有 我就想聽有跟沒有 不要跟你講 不知道 好像有 又好像沒有 有 還是沒有 有 但是我把話 完整的換給你 你不覺得很噁心嗎 那整個八角教科書啊 他們拍了第一支 第十我的影片 或者是第十我們這個團隊的影片 然後就發現說 喔很有流量耶 就拍第二支 第三支 第四支 就停不下來了 我不是要說空花者沒錯 他出來爆料我 一點證據都沒有 爆了一堆啦 影響我這麼多 但空花者他勇於承認錯誤嘛 那好歹我 念 好歹我念在他曾經是我的兄弟 所以我們打個全賽 我們就和好 誰都會犯錯 那每個犯錯的人都需要原諒他的人 很多人都不能理解說 皇帝為什麼要去原諒空花者 我說實在話 我也不能理解 但 我就是這麼心軟啦 那讓我損失這麼多 我平到差點做不下去 只是我覺得更加可惡的就是 去搜搜他的這些人 我覺得講那麼多啦 不如直接拿出證據 會更加的有利死在 簡單來講 懶人包是這樣 空花者的爆料是因為後面有人在給他撐腰 但是在空花者爆料完之後呢 撐腰的那個人就都躲起來了 然後看著空花者在那邊道歉 看著空花者在那邊跟我打全賽 然後看著空花者在那邊做彌補的事情 然後這些人呢就躲起來 完全沒有任何一點表示 就是隔岸關火 那你們說而不而行 你跟你曾經最好的兄弟 本來沒幹嘛 好好的 有人去塞狼你兄弟 讓你兄弟來爆料你 爆料完之後那個塞狼你的人 把你兄弟丟下 躲起來 我不知道你們能不能夠理解那種感覺啦 就是 你自己曾經的兄弟被 他不信任你就算了 然後他被人家塞狼 然後我兄弟又被丟下 然後那些 慫恿他的人 都躲起來 然後直到最近要出事情了 才跑出來一個一個道歉 我講簡單一點 整個事情的敘述就是這樣啦 如果有跟到八角教科書事件 有跟到這個 這個空花者爆料事件 就會知道其實 兩者是有關係的 所以我就去暗中調查 發現兩者真的有關係 讓我瞬間頓死覺得很噁心啦 那我剛剛有說的嘛 我在這個粉絲的底下留言說 湯寶寶這個直播的這個 截圖在底下留言 讓他們這個團隊的人覺得 皇帝我在嘲諷湯寶寶 所以他們一群人 來抱團攻擊我 我就問他們 他們說這個是奇音 那請問一下 主因是什麼 就因為他們的好玩 有流量 又來犧牲別人得到這個流量 這三個月 他們完全沒有人出來道歉 沒有人出來說明 直到最近可能要出事 我跟湯寶寶的這個事情 我跟他 我願意下跪道歉 就算我那個時候 不知道湯寶寶是誰 我不應該在底下留言 讓他感受到不舒服 我跟湯寶寶電話中我有提到 我不應該讓你感受到不舒服 怎麼樣 他說沒關係啦 他其實後來沒有多在意 那這個是我跟湯寶寶的事情 那請問一下 跟品威你又有什麼關係 我跟你還吃過飯 那請問一下 跟楊佳姐 你又有什麼關係 我願意跟湯寶寶說很抱歉啊 儘管我也不記得 我那時候留言什麼 但是我敢發誓 我絕對不是留什麼 攻擊他的長相 攻擊他的人生 就是 他個人 我絕對不是攻擊這個 就是他在直播中 講了一段話 我把他打下來 打在留言區而已 我也沒有去攻擊他 我這邊不可以發誓 所以湯寶寶也願意原諒我嘛 那請問一下 干你們其他三個什麼屁事 你們就為了要流量嘛 發現攻擊我 影片流量高嘛 因為我的黑粉 可能會去給你站台嘛 但是你們差點毀掉一個人 如果今天你們 抱團攻擊的對象 不是我 而是別的可能 心理層面比較弱的網紅 如果他出了什麼意外呢 你們要怎麼負責 各位去思考一下 但是讓我沒想到的是 在後面有人是在 慫恿空花者來做這種事啊 他就是一把刀子啊 捅在我身上之後 我拔出來傷口癒合了 這把刀子現在我在 我在用 我在跟他相處 然後一開始拿著刀子 捅我那個人跑掉了 現在因為出事 他跑回來跟我道歉 你們去想這個邏輯 如果他沒有出事 他不會來跟我道歉 你靠著毀掉一個人 來得到流量 來得到討論度 你說好玩 就這樣吧 我接下來要繼續衝刺 我為了我的人生繼續加油 我不想被這種事情 卡在心裡那麼久 所以我決定跳出來講 錄音檔我有 我不是亂講的 他們自己都承認 各位 網路世界就是這樣 先講先贏 好不好 你們這麼做 只是為了你們的流量 為了你們一時的爽快 好 就這樣吧 其他的你們聽錄音檔 我已經爛著講了 好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 謝謝大家觀看 我的影片 留言看不定 那我們下一關見 拜拜